Hello 各位好啊 所以刚才我看到有一则新闻 就是有关于马来西亚榴莲的资讯 然后 新闻内容是有访问到本地的榴莲业者 就讲现在是有便宜榴莲吃咯 大家如果要吃榴莲就趁这个时候来吃咯 然后就在之前就是中马 就是李强来马来西亚 就是也是有宣布讲 就是会开大陆的国门 就是让那个马来西亚的新鲜榴莲 代壳榴莲进入到中国的市场咯 然后 那个业者叻 就是本地业者就讲是进入 就是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前 就是自货啦 可能会马来西亚榴莲会 你懂 涨价咯 因为那个 demand 少 那个 supply 少了 demand 多 就可能肯定就是涨价咯 它是有这样的担忧啦 我觉得这个 但是马来西亚政府是这样 没有这个担忧啦 所以你要信谁啦 你自己想啦 ok 我自己本身是没有这个 就是没有讲一定要吃榴莲的啦 呃 就可能吃一下还好 但是我没有那个饮啦 基本上 所以影响不大 它的价格影响不到 对我来讲是影响不到 所以咯 就是我这个视频也想讲咯 就是 呃 中国就是 开绿灯就让马来西亚榴莲 可能有一大大量进入中国市场了 当然是有一个幅度啦 就是一个limit啦 但是它是 有 比之前增加的那个数量 ok 可以进入中国市场 所以这个商机咯 我觉得是只是短期咯 可以这么讲咯 我觉得是短期啦 可能讲最多就是给你5年这样子 5年10年最多10年啦 ok 这个这个优惠这样子啦 我不觉得是长期的一个 呃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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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会咯 就是马来西亚进口 出口到中国市场 我觉得是不会啦 因为 主要是因为现在 大家都懂啦 就是中国 呃 海南岛他们有 开始有 就是 开始有 我听说也是有 量产啦 量产那个榴莲啦 那种 呃 就不同品种了 还是那种 呃 冒算王那些 他们也是有自己去 呃 出产啦 ok 当然是有 有人讲就是 有那种 呃 专业人士讲就是可能他们 就中国市场 中国那边是有 you know 呃 有那种什么 什么台风啊 什么什么什么 就是马来西亚是 you know就是没有这个问题嘛 ok 就可能就会 呃 不会受到影响 马来西亚是不会受到影响 可是大家都懂就是中国是一个大国来的啦 大国是做可以做很多 很 很 东西可以做到很 很 很 紧啊你知道 ok 所以我觉得是 他们的担忧是 他们应该担忧了 我觉得是 ok 但是我觉得是 我过后会讲啦 就是马来西亚不需要 真的是 但是 我觉得是 不需要出口的就是 you know 就是你 反而是可以让 就是那种旅客啊 过来马来西亚 旅游顺便吃榴莲 我觉得是 这个会比较好啦 顺便就是 你出口你也可以出口到 新加坡啊 呃 就是附近的国家啦 就是我们 附近的国家 我觉得是 这个可能 对于 呃 马来西亚来讲 是比较适合 这个做法 ok 你不需要一定要进口到 中国了 因为虽然讲中国 吃榴莲的那个量呢 是 占全球的 听说 我刚才上网找是 95%啦 around around这个啦 然后 泰国的金枕头 出口到 中国之前也是 到90多巴仙啦 现在就下降到60多巴仙 听说是讲 呃 中国的 那个 经济啊 放缓了 然后他们的需求就变少了 我不懂是什么原因啦 只是数据是这样讲啦 ok 然后再加上就是 越南也是有 也是有榴莲出口到中国 但是我刚才看到啦 是讲 呃 马来西亚看到那 Google那边找的数据 他是讲 呃 根据 根据 2020年至 2022年的 那个数据啦 就显示就是 呃 越南跟 马来西亚出口是 占了 呃 占了全球的 差不多每个 近3% 这样子啦 ok 所以我觉得是 呃 马来西亚知识 就是大量的进入 中国市场 呃 呃 我觉得是 对于 业者是讲 是好事啦 但是对马来西亚 整体来讲 他的什么 他的收入 他的GDP 我觉得是影响不大咯 因为其实是 牛年的 销售 其实 那个 金额其实是 没有很大啦 我觉得 ok 然后 你要量产的话 马来西亚量产也是很难啊 ok 就大家都懂啦 就马来西亚的 呃 国家很小啦 然后 你要跟其他大国 你连泰国都打不赢 你甚至现在中国也要量产 然后甚至我 我前几天有看到 台湾也要自己自己去做榴莲 自己种榴莲 种 种那些 种那个 茅山王 ok 然后他们要种出自己的味道啦 就是他们 可能他们只是 supply for 他们是讲到 出口到东南亚 ok ok 你要知道 知道明白了 就是你 水果呢 我觉得是你不需要 你出口呢 你不需要讲一定 一定是要量产的嘛 ok 量产是可以 占掉整个市场啦 但是你要出口 可能你可以 就是来讲 那种 我不知道日本那种水果啦 你可以就是 可以买的很贵的 ok 就可能马来西亚 可能在 KL 那些地方可以看到那种 呃 那种 就是可能 Australia 日本啊 那种 那种 什么 苹果啊 水果那种 就是很 很贵啦 就是人家是讲 我要吃 那个 某某水果 我就是一定要吃 可能日本的 或者Australia 这样子 ok 所以这个东西呢 我觉得马来西亚是 呃 就是台湾啦 台湾就是 台湾出口 我觉得是 呃 可以的 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就是只要你 你做到一个味道是独特的 然后人家是愿意 可能 你卖的贵的话 人家愿意买的话 why not ok 但是他们是有 effort去做这个东西啦 去种榴莲啦 我觉得很好 所以马来西亚啊 我个人觉得啦 真的不需要真的是 因为你要懂的就是 呃 中国开那个 让就是马来西亚榴莲进入市场 呃 就是中国市场 是因为 我不知道啦 可能因为大家 那个关系友好啦 但是你想 真的影响不大啦 对于马来西亚政府来讲 哦 那收入 我觉得是对于业者 可能就是 you know 赚的比较多啦 ok 然后可能有 在这方面 可能有 有竞争嘛 就是跟国外的竞争 就是可能有稍微的 提升自己的水平 但是我是怕他们就是 呃 为了量产而 影响到quality啦 导致到其他国家 他们可以量产 他们大国 他们的资源 他们是又可以做到很好吃 又可以量产 你 你 如果你当你 你 马来西亚的那种 榴莲业者 就是 越 越走越偏啦 你走到一个 一个 一个 一个程度啦 你根本就是没有 没有办法再Utun回来 就是 就是这样子 ok 就是为了那种利 啊那种 就profit啊 就是等等这些东西 他们是不可能回头 因为回头可能会 成本更高 代价更高 就可能就会 呃 就影响那个质量 我是希望现在是 马来西亚现在 全球就是 马来西亚的榴莲是出名 就是出名在它的 呃 就是好吃嘛 呃 对于榴莲爱好者来讲是好吃 但是 不要为了量产而 呃 呃 量产也量产不到啦 可能价大 价大几百仙这样子 增加几百仙这样子 但是我觉得量产是有点难 哦 然后过后 当其他国家 就是更多国家 有出产榴莲 出口榴莲的话 你价格可能被压制打了 哦 你何必要这样子 就是你的量大了 就是 那个价格就会低了 ok 然后 呃 好像讲中国 它是真的是看准就是 帽叉黄 哦 就是黑刺那种 就是 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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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来西亚人还傻傻的 那有榴莲业者还傻傻的去量产 然后导致到 榴莲过剩啊 就是你是 你生产到 就是你那树嘛 你要明白树就是 没有可能讲 我今年要种多少 就是种多少 当你有很多颗榴莲 就是准备出口的话 到有一天就是 就是榴莲真的是没有 就是可能中国有一天就讲 我要 close, close gate 了 然后你的榴莲 就是真的是 内需就是 真的是要过剩出口 但是出口给谁呢 所以就是你只能就是 国内自己去 消耗 那个榴莲 然后可能就是 我不懂啦 我们马来西亚人也不是每个人喜欢吃榴莲 你明白就是 你的量已经是超过 超过你的那个 demand 了 所以就 呃 会不会就是 那个榴莲业者 会不会损失呢 就是你 你是花了那么多钱 那么多资源 去做这东西 然后你还要就是 我觉得是会 可能会有一点 自己要衡量一下咯 哦 就是 呃 你现在 增加你的量 就 呃 生产量或者更多的元素 是为了 中国市场而已啦 我跟你讲就是 口味的东西是很难改变的 哈哈 榴莲的东西很难改变 除非你这是 甚至 我觉得马来西亚可以做咯 就是 你是 你做的东西可以 就是 supply for 自己 那些 跟 你的国家 就是 新加坡啊 可能 泰国啊 或者是 印尼啊 你可以出口到他们那边 我不懂他们 用不打开那个锅门给你进了 新加坡OK了 但是 你讲 泰国 印尼我不知道啦 我也没有什么研究 或者是 呃 可能再 export到 再 再可能讲 其他国家再 expand一些 但是你不需要一定要讲一个 中国那个市场的 我觉得是不需要 因为中国 很多风险啦 我可以这么讲啦 风险很大啦 OK 你做大了呢 蛋糕然后有一天就讲那个 蛋糕是 小一点 已经足够了 就 给那个 global的那个 demand OK 你 我觉得是那个 那震动期会 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咯 哦 我不懂就是 会不会有 呃 榴莲业者会倒闭啊 或者是怎样 我不知道啦 OK 这个我也 管不到啦 这个是他们 这些业者是要自己衡量的东西啦 政府 政府也是需要 考虑的东西咯 不要讲 就是为了 迎合 中国政府的 就是大家 哦 要保持很友好 这样子 做一个 我觉得是 做一个表示而已啦 就是我觉得是 可能 业者自己本身自己 要想 真的要清楚一点咯 OK 这个是他们 他们要想的 不管我是啦 OK 所以讲 你除了 就是出口到 呃 附近的国家 跟 自己的国家之外呢 我觉得是 榴莲可以 就是在做 可能讲那种 呃 在去 可能做榴莲的 呃 你可以做 其他的 不同的那种 呃 甜点啊 不同的产品啊 我觉得这些 或者是 弄到榴莲 是可以 让 不是榴莲爱好者 都能接受到口味啊 然后是好吃那种啊 我觉得这个 这个点呢 呃 可能不是每个国家都能操得到 就是这种 呃 呃 食物的东西啊 不是每个国家都能操得到 有一些东西就 就有能操 有一些东西 你做到独特 你的背方很 很另类 很好吃 很特别 其他连 可能连西方国家的人 也喜欢吃这个口味 这个才是 我觉得是 马来西亚的 榴莲业者要去 呃 你要expand 你的 就是你的榴莲嘛 你种了榴莲 你是要将你榴莲 去赚钱的嘛 OK 就是你当你 大部分国家 就除了中国 跟亚洲其他国家之外 能接受 榴莲这个 这个味道呢 就原本味道 你为什么 你不expand 到去 呃 就special for 就是一些产品 就是 是for 甜点 是special for 不爱吃榴莲的人 的 OK 我觉得这个点 我觉得是 呃 可能现在的 业者是不会 不会这样想啦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 呃 因为你 吃榴莲就是喜欢 它的榴莲 就是 as original as possible 就是有那个 呃 果 那个 原本 果 那个果 那果 就是人家吃那个东西嘛 就是你吃那个甜点 偶尔吃就是 哦 这个是跟 真实的帽山王的味道是很像的 就这样子嘛 但是你 你自己要想 业者自己要想 就是 怎样去 expand 你的market ok 就除了进进口到 中国市场之外 因为现在 讲中国的那个 经济 放缓嘛 就那个需求 连那个进枕头也是 需求也紧到去 65% ok 你要想一想 就是 有时 有时 真的是从90多% 紧到去60多% 真的是 也是一个 一个 要去 可能要分析一下的 就是 哦 这个东西 要分析的为什么会减 哦 不是很 不是中国人很喜欢吃铝园呢 大多数 这个要去想咯 对他们来讲 ok 不要只是意味就是 哦 政府要你做 然后你觉得 哇 有利可图啊 就 要想清楚咯 我觉得这个东西 我个人觉得是 不需要export到 呃 不需要export的啦 你要做就是 就是你这样你又有点 去 利用那个 就 利用它 然后你做其他活动 我觉得是 这个会比较 呃 sustainable 我个人觉得啦 哦 不需要讲一定要吃那个 你懂 那个味道 就是一定要吃那个 你懂 哦 一定要真实的果肉 不需要了 我觉得是不需要这样子 ok 所以今天视频就差不多了 所以 谢谢大家